这个Networkday 10跟workday 其实两个差别只有就是说 Networkday加S 意思是说它回来告诉你 两个日期的工时 中间是有几天的工时 所以是算几天的工时 这个工作的天数 那workday是就是说你几天之后 你最后要算出哪一天才是最后一个 那个final的那一天 那所以你会发现它名称上面就跟你讲了 Net近天数 那这两个都有一个同样的特性 它所谓的工时是把礼拜六礼拜天 也就是说礼拜六礼拜天一定已经扣掉了 不包括礼拜六礼拜天 但是国定假日的话呢 你也可以再列表给它 也就是说如果你那个列表 你那个范围给它的列表里面有那个日期 而且不是礼拜六礼拜天的话 它会帮你扣掉 OK 所以这个地方大概有这个概念 那我们如果来看一下 Networkdays 比如这一天到这一天 它的总工时数 总天数应该是多少 那我们可以利用什么呢 这个刚刚提的那个net 复数 按缺 第一个的话哪一天开始这一天 哪一天结束这一天 那holidays 其实就是 就是意思就是 如果呢 除了礼拜六礼拜天以外 还有没有 是休息日 那个休息日大部分指的是 那个所谓的国定假日 少部分也许是你们公司自己订出来 那一天不上班日 也可以把它扣掉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列个表 日期列个表 你就holiday全部把它选起来 反正这些日期 如果它看一下 如果不是礼拜六 也不是礼拜天 那就是多扣那一天 多扣那一天 那多扣一天的话 等于公司又会多一天 OK 所以这地方的话 它算出来一百 一千零六天 OK 按确定 底下它有说明 联邦假日 OK 不过它这个holiday 其实应该解释 就是所谓的 一般的国定假日 那个国定假日 又不是在礼拜六礼拜天 如果是在礼拜六礼拜天 那个国定假日 你要算是补价那一天 因为礼拜六礼拜天 你放在这个列表里面 它也不会说帮你多扣那一天 因为等于你多放了 所以礼拜六礼拜天 就不用放在这个表里了 它已经扣掉了 OK 所以按确定就算出来 那再来的话 哪一天的话 那一样 差别只是说哪一天 所以这边变成是几天之后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workday 哪一天 OK 那第一个一样 哪一天 days 有没有 你会发现本来这个是end day 结束那 这边来几天之后 holiday一样 列表部分扣掉 不包括礼拜六礼拜天 刚才确定 那你会发现 它算出来就是这一天 OK 类似的应用 我想请各位也许可以再试试看 这个我想因为同学问到 几率蛮高的 就顺便讲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来制作什么呢 一个年历 那这个年历的话 当然第一个 根据题目底下有说明 第一件事就是 我希望先产生什么 因为我希望是以这一天为基准 也就是这一天变的话 那其他一整年的其他日期都跟着改变 所以呢 基本上呢 我们会需要第一件事 先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 那比如说这个是 1月1号 那下一个月的话 就2月1号 一直可以推 那都跟这个前面的相差一个月 所以如果都相差一个月的话 第一件事我们可以用什么 相差一个月 给刚才我用到 E day 按确定 Star day 这个相差几个月 一个月 那你会发现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把2月1号带过来 那3月1号的话呢 如果你大概向右填满的话 它这个地方 只要向右嘛 我讲过 向右的话呢 它的栏处会自动帮你往右多一个 所以呢 如果你等一下向右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叫A2 再参照它相差一个月 向右的话呢 如果没有把它锁住的话 它就变B 这个变B2 那这个变C2 所以它一直参照前面相差一个 所以打勾之后的话 向右拉就可以了 那再来把这几个月 调宽一点点 点选取 点两下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每个月的第一天 基本上我们就产生了 产生之后的话呢 那接下来做什么 再产生底下呢 所以呢 我可以等于 在那个 1月1号的下一个就1月2号了 所以这一天怎么样 多一天 因为我前面讲过 其实日期本身就有数字了 所以你知道吗 勇敢的加什么 加一天就好 其实里面就整数嘛 加一就加一天 打勾看一下 是不是1月2号 没错 那接下来当然你就向右 向下拉 它就会一直往下 帮你下面也加一 下面也加一 OK 理论上应该这样就OK 那在向右拉的时候呢 把它拉到最后 L栏 它在这里 OK 那基本上呢 一整年的年历 应该就会看到了 不过会有个问题要解决 什么问题呢 就是 如果你一个月里面呢 刚好是31天 应该是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不是31天的话 像2月28 后面就多了这些东西 那4月份也是一样 6月份也是一样 底下都一样 所以啊 这边的话 我希望怎么样 假如呢 我希望向右向下 那可以自动产生 一整年的年历 但是不要有 不同月份的东西 在最下面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用最快的方式 让不同月份的资料消失的话 OK 当然你不要告诉我说 这个地方 最快的方式就是 选取它 按底历程 是不是 那这样 没有意义啦 我们是希望怎么样 最好是一股 作气 千万不要就是 远离土法链钢 的这个方法 所以怎么办呢 你就要记得 这个地方 你要需要判断一个逻辑 什么逻辑呢 就是当你要产生的 这个月份 跟下一个月份 不一样的话 那就不要出现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一股 那月份不同的话 你可以用曼时 把那个曼时 上面的那个储存格的 月份 用曼时判断 如果跟它加一天之后的月份 不相同的话 那就怎么样 把它变成空的 那这样的叙述怎么做 所以这边的话 可能就不是A2加1 你可能就把 把这个剪下来 先插入一个什么 一幅的逻辑 一幅逻辑 逻辑的话就是 用那个曼时 刮红 判断什么呢 判断我上面这个储存格 因为我是下面这个 即将产生的 所以上面这个储存格 如果呢 不等于 不等于就是小于大于 曼时 我用什么 把上面那个储存格 先四加一天看看 所以什么 A2一样再加一天 就是A2那个加一天之后 两个 到底它 我上面那个储存格 它现在的月份 跟我把它加了一天之后的月份 一不一样 如果不一样的话呢 那我就把它变成没有 比如说它2月 然后它加一天变3月 那就变成没有东西 反之的话呢 就是刚刚一样的状况 A2加1 这样的话 按确定的话 向下 理论上应该会解决什么 2月 我先拉过来看一下 2月3月 拉过来 好 228 3月1号 这个是解决了 可是另外没有解决什么 因为你用曼时 曼时 然后你又抓上面的储存格 曼时刮虎里面给它空的 它一定会跟你讲说 你怎么给我不对的 仅 是错误讯息 value是值 意思是说你给我错误的值 你应该给我一个日期 你怎么给我一个空的呢 它当然不会这样叙述 不过意思是这样子 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产生了一个 这个错误讯息 如果要把它变不见的话 我前面讲过 其实有一招 可以怎么样 把它剪下来 在插入函数里面 好像我们前面有一题 练习题是什么 if air 这个if air 就是如果你的 那个四算表里面 出生歌有出现 警字号 你不希望它出现的话 特别注意一定要用这一个 这个非常简单 你就把它那个公式贴上 如果发生错误呢 不要出现的话 不要出现就是没有东西 OK 就是意思其实就是把那个东西 帮我把它变成空的 你不要让它秀出 仅value错误 好 这样的话按确定 向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向右看一下 放开 不见的 那这样子的话 应该可以一鼓作气到 L栏 放开 你会发现这边全部都不见了 好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就可以一次就完成了 这个公式其实不算太难了 主要就是 曼时判断 if 然后if air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就是把那个 年 我们刚刚主要是 network day 跟work day 的计算公时 其实计算公时 重点就是 已经扣掉礼拜六 礼拜天 所以 以后呢 那假如你工作 要算说哪一天要出货的话 那你们公司 基本上就是 遵循礼拜六 礼拜天输假的话 那其实 刚刚讲那两个函数 还蛮好用的 再来就是 国定假日也把它 补上 不过国定 不见 holidays 不见的一定是国定假 如果你们公司 安排什么 什么 呃 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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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holiday 意思就是 嗯 不是礼拜六 礼拜天以外的 其他休假日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精确 那再来就是利用那个 呃 综合练习里面的话 先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 用e day 再来底下就是利用那个mance 去做逻辑判断 那如果有发生错误 这样ifl把它过滤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